李勇离世第五天,妻子哈文写下伤感文字,一句话看得网友泪流满面。 李勇离世的消息,我们都是昨天才得知的,而李勇老师的妻子哈文趁势在一, 0月25日凌晨5点离世的也就是说今天是李勇老师离世的第五天了。 李勇老师的告别仪式和葬礼都已经结束,而我们还沉浸在悲痛之中之前, 因为处理后事忙碌的哈文老师现在大概也休息下来了, 但是休息的时候,对李勇老师的思念,知情肯定一下子就涌出来了。 就在今天李勇老师离世的第五天,哈文老师在自己的朋友圈中写下了一段伤感, 文字每一句话都是情真意切的,但是只有一句话, 真的是戳中了很多人的泪点,看得我们是泪流满面啊, 标签,娱乐,李勇,李氏,妻子,哈文, 可以看到哈文老师对李勇老师的爱是真的,很深, 而最让小编感动的就是哪一句,所以可以。 有人爱或者正爱人的你,请张开双臂, 对身边的那个人说句我爱你, 现在人们的生活都很快速想想自己有多久没有, 对身边的至心说过一句,我爱你, 难道真的要等到那个人离开了才懂得珍惜吗? 哈文老师还趁自己人到中年, 时候才懂得过去的自己最愚昧的地方, 就是将大坝的时光浪费的争吵和解释上, 确实现在很多夫妻的生活, 都是伴随着争吵和指责对方过来的虽然俗话说打是亲, 骂是爱但这些事情也确实会影响到夫妻感情, 和不将有限的时间放在爱队方上面呢。 哈文老师很简单地起了一个题目, 哈文的文,第一句说的就是, 当灾难来临恋人失去往事, 如烙回忆成伤留在世间的那个人才, 在后悔和眼泪中明白, 是啊。